翁達瑞這個人是誰呢 你記不記得去年 那個鴻海的董事長 郭台銘先生要幫我們這個 這個台灣我們整個國民 想辦法去因為政府無能 搶不到疫苗 當時郭台銘要買疫苗 要捐疫苗要去跟這個BNT談 結果翁達瑞就在這個網路上 就發文就是批評郭台銘說 他絕對沒機會啦 還教訓郭台銘要念一下國際法好不好 這樣的一個民間團體 民間的公司 民間的這個民眾啊 如何能夠買到這個BNT 通常都是政府要對政府或怎麼樣 他不可能買得到啦 還教訓郭台銘要回去 把這個就是郭董回去 要把書唸一唸 把國際法唸一唸 人家後來買到了 而且好多台灣人都打到了 你怎麼不感謝一下這個郭台銘 你怎麼不稱讚他一下 當初你還酸郭台銘 你還績笑他買不到 你還去罵他 而且我再跟大家講 他說柯智恩用自己的這個名字 你寫了兩篇不同結論的論文 然後綠營這些 翁達瑞這些側翼就說 這個是學術不倫 拜託啊 包括翁達瑞在內 你們這些人啊 經常在網路上 這種多人共用的假帳號 你說柯智恩是學術不倫 那你們是網路亂倫嗎 所以雙標到這種程度 剛剛那個彩薇講的那個 馬上表達連 我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在他昨天下午3點20分的發文的時候 你看他這邊寫 這是3點20分發文 這個柯智恩是資深學者 怎麼我在這個網路上都找不到他的文章 有沒有看到 然後馬上下面這一篇 這上面是我答對寫 這3點36分 人家16分鐘就馬上貼這個網址 叫他去查查看 然後他還想說我會詳細的閱讀 謝謝 收到 那告訴你了 你是英文不懂還是怎樣 你是不懂英文不會查 然後虧你還是 所謂什麼比明翁達略 還是真實姓明翁達略 不知道真實姓明是誰的一個 這個所謂的學者 還是側翼打手 用這種方式 我覺得我奉勸麗雲啊 選舉好好打好不好 乾淨一點 不要那麼卑鄙 傻 下流 骯髒 污秽 爬糞 只會拿大便 拿那個死去丟人家的那種選戰 然後派這種這個 專門拿糞的這個打手啊 這是夠了 選民會覺得唾棄你 而且你這種方式打選戰 物極必反 髒的要命好不好 派這種髒的人來打選戰 然後當你的側翼 我綠營我覺得 趕快換一招啦 可是綠營就是不會爬換 就不會選舉啊 我們要問一下陽明哥 其實包含現在這個 王世堅堅哥 他怎麼去解讀這場仗 他就說特製燃因為他損了韓國瑜 需要向著朱立倫來交信 一開始就失言了 他認為在高雄的選戰 提早出局 乾嘛呢 第一個就是說 我比較不是說像那個洪廷說什麼 從陰謀論啦 我比較是比較仔細 沒有沒有 我第一個是說 那個翁達瑞先生 他用語看出他對這個 AV文化是有研究的 他用的是布倫 對這個布倫 這個字通常都是用在這種 所謂比較 SOD的劇情 對 類似這種比較成人產業裡面 我們會 因為昨天我訪問吳夢夢 所以現在最近對這個成人產業 也有一些研究 那你看現在各個新聞標題 都是學術布倫 布倫 然後你知道嗎 對一個女性候選人 很多的這個選民就會覺得 哇他布倫 他不在乎那個學術不學術 他之前也說高雄安是學術布倫 所以嘛 就很常用這個字 這是慣泛 對他就是喜歡用這種來羞辱女性 第一個就是他是一個大男人主義的 然後呢 他是一個敢做不敢當 從來不承認自己就是陳時分 他就是陳時分 陳時分過去在哪裡 在中國大陸的大學裡面 當榮譽課作教授 他是一個有紅色背景的老師 結果呢 現在呢 居然呢 是用當這個所謂的小英 或說綠營的側翼 非常的開心 其實我都懷疑他是雙面別 他民進黨是跟共產黨合作 為什麼 對 為什麼可以到對岸教書 然後呢 又可以到美國 用美國大學 然後呢 用這個翁達瑞 然後來幫這個綠營 來做這些攻擊 所以我非常懷疑他是雙面別 所以民進黨要小心 這個人很有可能 未來會出賣台派 好 再來 剛剛那個彩薇講到 WeCare高雄 這個團體啊 現在基本上就是 因為畢竟你也知道他們現在整個團體 基本上都要選舉 對 裡面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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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軍職那幾個 台灣 現在都要選議員了 所以最近呢 這個他的粉專 開始活躍了 光是這個禮拜 他們就已經發了三篇文章 要攻擊柯智恩 要攻擊柯智恩 包括今天中午12點16分就發文了 轉了這個翁達瑞質疑這個柯智恩論文的議題喔 然後呢 他們留言是什麼 他們留言說 車輪黨到底多少人畢業論文有問題呢 我告訴你 他們連文章都不會看 這個翁達瑞質疑柯智恩的不是畢業論文啊 這個 你要知道 他們已經自力不足到 連看懂文字都不懂 連翁達瑞全文給他 他都看不懂 人家翁達瑞質疑的是 柯智恩在2004年兩篇投書到兩個期刊 看的不同論文 然後另外翁達瑞質疑說 他找不到柯智恩的博士論文 他沒有說他畢業論文有問題啊 這個組織現在連閱讀能力都有問題 所以呢 真的是還是改名叫Who care好了 好要加S 對要加S 然後呢 再來我要講的是說 其實這個我不會用陰謀論 綠穎現在為什麼對柯智恩用 我覺得柯智恩好像選總統一樣 用最高規格 不管你是陽光女孩 還是什麼論文還是什麼 各式各樣的檢驗 是如鋪天蓋地 對張善政沒有這樣 對不對 對這個誰 還有國民黨提的還有誰 蔣萬安也沒有這樣 再尊重一點 我就蔣萬安有時候比較邊緣一點 對盧秀燕沒有這樣 對這個謝榮介沒有這樣 為什麼獨獨對柯智恩 來我告訴你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一朝被蛇咬 十年怕草神 這個2018年陳其邁呢 他被提名 他初選過關之後呢 他就一直覺得 我就溫定了 我倒在算就好了 我躺著選就可以了 所以呢 他在4月5月6月去哪裡呢 他跑去這個歐洲 去參訪他們的什麼工業5.0啊 去看很多很多這個國外的這個考察 他回來發現哎呀韓國瑜已經大軍來襲啊 到了8月底韓國瑜民調已經超越陳其邁 到了10月已經回不去了 其邁 好這是2018年的時候 他因為輕敵 然後呢 對加上自己黨內不團結 好這一次陳其邁絕對不會讓這種事情重演 所以呢他拼了命 他的所有的組織 所有的攻擊 早就部署好了 在其實在去年的這個補選 就已經在這個叫預演 就是所謂的奇邁演習 那李梅珍很倒楣 就是變成他們這個所謂練拳頭的對象 把他這個打得這個稀里哗啦的 好接下來現在某種程度就是複製李梅珍模式 就像剛剛靖平哥講的 就是要把這個科斯人一開始 就把你打成一個學術 什麼部輪也好 或什麼就負面標籤一堆 好我絕對不給你客氣了 這一次陳其邁絕對不會在連任上面 有任何閃失 可是呢 我告訴大家 這某種程度 國民黨在這個議題上面 是得分你知道嗎 因為沒有人想到 柯智仁居然可以引起這麼多話題 我很好奇 張善政呢 蔣萬安呢 拜託你們跟柯智仁學習好不好 要不要蔣萬安你就說 你是陽光男孩 那張善政呢 你要不要先把你的論文丟出來 大家來公審一下 快點來審查我的論文 之類的 就是說 讓大家對你們這些候選人有存在感 好不好 柯智仁現在存在感超強 整個台灣好像國民黨只剩柯智仁在選舉了 哇這其實對國民黨不見得是壞 不見得是壞事 因為他反而吸收了大量的炮火 像之前韓國瑜模式一樣 其實我會覺得現在這樣 是說綠營他用他不是對你客氣 但是你要在裡面要打組織戰不容易 剛剛講網路升量 網路升量就參考就好了 因為事實上柯智仁他走進高雄之後 會發現 因為資源在高雄市政府身上 所以呢他可能很難施展 施展這個 這個這個2018不一樣 2018市府資源是在陳菊手上 他不見得會去幫陳其邁 但現在不是 現在完全就在陳菊 陳其邁一個人的手上的時候 所以柯智仁其實要打這槍選戰 也不好打 好那最後我簡單結論一下 對付翁達瑞這種人就是告 就是告告到他被整個國家通緝 回不來不能用健保這樣就好了 就讓他回不來這樣就OK了 他從此以後不敢回來 只敢在臉書上面發這些屁文 就讓他發 反正呢這個人就是這種水準而已 你買霧化器呢會送你水神 那麼家裡面 八坪以上的五到六坪的 或是小坪數都有不同的選擇 它的霧化時間 大概從四個小時到八個小時不等 怎麼買快點購 QR Code 掃一下 記得喔 幫我輸入CTI 285 這是我們蠟碗報的團隊代碼 這是我們蠟碗報的團隊代碼 這是我們蠟碗報的團隊代碼